宝贝 宝贝 你听得见我说话吗 是你爸爸妈妈让我来的 他们很想你 他们也很爱你 他们也很爱你 可是你现在生病了 只有待在这里 但是我知道你很坚强 请知道手术的那一天 你一定要活下来 你一定要活下来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始终飞不到彼岸 却不停挥着翅膀 任性地寻找答案 笑着让泪水飞散 我们都一样 我们都一样 门上去流浪 摘脱了牵绊 一夜间成长 我们 穿过多少迷惘 爱过的天好 心酸 心酸 不愿被别人讲 我们 流过多少眼 泪 受过多少伤 却从没放弃过抵抗 一路上 我是眼光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也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放弯 一样想要伪装 也一样会坚强 一样要坚强 金车 草 始终飞不到 遍了 却不停挥着翅膀 真心的寻找答案 笑着让泪水飞散 我们曾对命运咆哮 为昨天失望 怀疑过要去的地方 我们却为停下脚 不及时往前闯 勇敢是最后的倔强 一路上我是了眼眶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彷徨 一样想要伪装 一样会坚强 我时的眼眶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悲伤 一样会绝望 我们都一样 一样会坚强 一样想要伪装 一样会坚强 一直存在 优优独播剧場 走了一大圈 又回到原點 我們該不該 擁抱入眠 原來平淡的曾經 讓愛失戀 可是精彩 都只是一瞬間 轉了幾個彎 回頭才發現 展哥 每一段 都有你的成全 展哥 原來我錯了 以為你沒有火焰 不能把我點燃 就不要在我身邊 離開你的每一天 恍若過了一光年 雖然經過不同的草原 卻在找尋同樣的臉 離開你的每一天 生命過了一光年 我不要再 雨下的時間 再去荒廢對你的諾言 沒關系 只要你能來 一輩子沒得到 怎麼還永遠再認來 走了一大圈 又回到原點 我們該不該 擁抱入眠 作為男人 我一直欠你一次求婚 也很平淡的曾經 雖然是遲來的 但是我請你相信我 可是 我會一直守在你身邊 不離不棄 答應我 回頭才發現 每一段 每一段 都有你的成全 原來我錯了 以為你沒有火焰 不能把我點燃 就不要在我身邊 離開你的每一天 恍若過了一光年 雖然經過 普通的草原 卻在找尋同樣的臉 離開你的每一天 生命過了一光年 我不要再 雨下的時間 再去荒廢對你的諾言 我不要再 雨下的時間 再去荒廢對你的 諾言 我太太讓我把這個送給你 這是 一個玩偶 送給我的 對 謝謝 我和我太太都很感激你 儘管我們已經放棄了這個孩子 可你還整夜地陪著她 讓她能夠安心地離開 真的很謝謝 晚上八點 別忘了啊 請 師兄 公仔挺可愛的 是幻兒家屬送了吧 在兒科工作就是有這個好處 經常都能收到孩子送的公仔 這個不是送給我的 是送給唐醫生的 幻兒家屬搞錯了對象了 是不是什麼事情搞錯了 這個 是那個先天性心臟病的新生兒父親送的 那天晚上 我跟唐醫生一起去觀摩搶救 他能夠想到留下來陪著那個孩子 直到他離開 可是我就沒有想到 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差距吧 你是不是給自己的壓力太大了呀 齊心啊 每個人的成長環境都不相同 所以說 對事物的敏感程度也會不一樣 那這個人呢 不能總是拿別人的長處跟自己相比 會把人給累死 你呀 縱密 嚴謹 這是你的優點 你的長處 而且也是醫生這個職業 必不可少的要素 你在肯定別人優點的同時 也要充分肯定自己的優點 這樣才會更有動力 世兄 你真會安慰人 你呀 就高高興興地 把公仔交給唐醫生 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將來肯定也會收到 黃兒送給你的禮物 怎麼了 燕燕 我明白了 世兄 世兄 你不是要跟我們開會嗎 行 那我就先走了 再見 再見 世兄 你們兩個等不住我 晚上見 你晚上有約啊 約你個頭 明明明自己有女朋友 還在外面沾花惹草 以為你跟別的男人不一樣 都那麼回事 哎 你說誰呢 別人去 哎 燕燕 燕燕 你在哪 你已經贏了這幾毛 小朋友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呢 爸爸妈妈呢 姐姐告诉你个秘密好不好 花生要跟爸爸妈妈 一起分享才好吃 这样好不好 姐姐帮你拿着花生 我们一块吃好吗 你放走我不给 你听话 不可以这碗抛着吃花生 好吗 来 姐姐帮你拿着 你放走我不给妈妈 来 花生给我 放走 快 给我 听话 你放走 听话 你吃 妈妈 给我 放跑 妈妈 来 听话 你干吗呢 怎么还抢孩子的东西啊 孩子妈妈 您孩子太小了 他不可以这样抛着吃花生 也不能一个人在这儿吃花生 很容易被噎到他 胡扯 我儿子不到一岁就回葵瓜子了 没抢得过一回 娘娘 咱们走 不能离开王宫花园 那要是很不安全 晓晓妈 晓医生 晓晓 晓可哥哥 我刚才吃了一大碗米饭 是吗 这么厉害呀 真棒 知道吗 能吃的话 将来一定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乖 来 晓晓妈 今天晓晓的大病情况非常正常 而且根据这两天的观察 已经可以确定 晓晓的肠胃已经完全健康了 是吗 嗯 谢谢沈医生 嗯 晓晓啊 躺下让深河哥哥看看你的伤口好吗 妈 乖 不错 没有什么问题吧 伤口愈合情况非常好 今天就可以拆线了 根据手术缝合部位以及手术方式 各部位的拆线时间 徐医生请回答 头部 颈部四至五天 下腹部 会阴部六到七天 上腹部 胸部 背部 臀部 八到九天 四肢需要十天左右 接近关节处呢 可以延长一些 简张缝合处需要十四天方可拆线 盖医生 拆线之后的注意事项 拆线后一到两天 要注意一下伤口的愈合情况 如果有愈合不良 或者是伤口撕裂的情况呢 就用蝴蝶胶部牵拉伤口 直至愈合即可 好 晓晓妈 明白了吗 明白了 行 还有一点 拆完线之后 最好不要随处乱走 不然的话伤口会裂开的 嗯 我会看好它 晓晓听见了吗 待会儿拆完线之后不要乱跑 嗯 乖 行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 嗯 我们先去准备一下 好 盖医生 徐医生 你们两个不是经常问我 怎么才能获得患儿的信任吗 今天晚上就是个很好的机会 你们俩不是不值班吗 去陪陪欣欣 给她削个水果 讲讲故事什么的 好 师兄 我不行 我今天晚上有事 你怎么着不行 搞特殊呢 嗯 我今天 你 盛医生 盛医生 哎 行 走吧 走吧 我们再见 怎么了 欣欣 欣欣今天就要拆线了 我看她肠道恢复得也都挺好的 嗯 所以说我就想着 我们能不能回家休息了 欣欣妈 刚才盖医生的话你也听见了对吧 我呢还是建议欣欣在住院观察两天 确认一下伤口愈合的情况 沈医生是这样的啊 我们家的情况你也都了解 这住在医院里 每天都得花钱 欣欣妈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这个钱的事情 您就不用再操心了 话是这样说呀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多留点时间陪陪孩子吧 来 那我去工作了 我去工作了 余夕啊 是我 燕娇娇 我找你能有什么事啊 当然是糖豆的事了 你今儿晚上有空吗 那行 那咱们今天晚上就约在第七剧院 好吧 行 就这样 一会儿见 好 大夫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已经两个礼拜 反反复复感染了 这肺部的失落音还是很重啊 我建议啊必须拍个片子吧 又是拍片子啊 我们不拍 拍片子对孩子辐射太大 一个肺炎 来来回回治不好 就是你的医术问题 妞妞妈妈是这样的呀 如果只是普通的肺炎呢 我们用了几回药 感染是会得到控制的 我怀疑妞妞的肺力 有其他的问题 你别为自己开拓了 谁不知道你们拍一次片子 提成高二 我就不信这个鞋 这片子呢 我不拍 哎 妞妞 咱们走 哎哎哎 妞妞妈 要是愿办的事弄完了 又是你的 究竟是什么样的老师 就有什么样的学生 走 哎 您先别着急啊 您不相信我没关系 我希望您能在医院 找其他的医生 必须得给孩子拍个片子 千万不能耽误了 对不起 我们不拍 下一个 下一位 护士 哎 您好 我想问一下六号床 那个郭欣欣 嗯 就是做肠道手术那个姑娘 嗯 嗯 我们的治疗费是多少啊 嗯 那您稍等一下 我帮您查一下 哎 将近四万 四万 对 你能给我看一眼吗 嗯 好的 好 我知道了 我一会儿再给你打 慢慢吃 牛牛 牛牛妈 我还是建议你尽早的大孩子去拍个片子 谢谢你啊 我们的事不用你管 嗯 牛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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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笑妈妈 牛牛你怎么了 哎 牛牛牛 牛牛 牛牛 牛 小心点 警察 牛牛牛 焊证 蒋 好 牛牛牛是因为肺部吸入了一颗花生而导致了反复感人 一个花生 牛牛吧 您看我今天白天的时候 跟你说什么来着 牛牛不能那样吃花生 更不能一个人在那吃花生 很容易被呛到的 对不起 唐医生 我不知道 对不起 叶医生 我 我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 没关系 唐玉教你说什么 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 花儿人有吃花生的习惯 白天的时候我碰见过牛牛 你明明知道他因为肺炎 感染 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 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情况 不向我汇报 叶医生 你别怪小唐医生 都是我固执己见 今天在大厅的时候 他就警告我来着 可是我都怨我 黄儿家属 您自己的问题 确实需要反省 但是我现在说的是 唐医生的问题 牛牛妈 麻烦您跟我出去一趟 唐瑜伽 带你的老师应该告诉过你吧 每一年都有大量的孩子 因为义务的吸入 而入院求诊 轻者自行排出 重者开肠破肚 更重的 直接导致窒息死亡 你不要小看一个花生米 还有一个小小果冻 会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今天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 牛牛吃花生米这个情况 这个孩子就不会遭受 切换的创伤 要是这些我都知道 而且今天我确实警告过他们 可是我都把孩子的花生米 抢过来了 被他妈妈骂一顿 你这话什么意思 说话而是咎由自取 要是 我不是那意思 我是说 那我总不能一直跟着他们 死缠烂打吧 什么叫死缠烂打呀 今天你救了他一命 是因为你运气好 在医院里 抢救得及时 否则那孩子肯定是窒息死亡 你可以说你已经警告了家属 你也可以说他们咎由自取 但是从根本上 只能说你不够警觉 你完全就没有尽到一个 儿科医生的职责 易老师 我觉得您这话说中了吧 中了 看来你还没有意识到 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 把因异物吸入的病理 病因超三遍 写不完不许走 好 雨夕 我已经出来了 我们就在剧场门口见吧 嗯 好 就这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兄 盖燕燕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看戏啊 对了 师兄 你女朋友呢 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那时间快到了 要不咱们快进去吧 你去看吧 我就不去了 师兄 都来了 你干嘛 走吧 快点 开始用好的戏 你 走走走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 你拨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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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一无息入 嗯客气 有兴 一无息入 我去 你怎么这么晚还不走啊 我还想走呢 我今天有个特别想看的话剧 去啊 去啊 去不了 叶老师让我把一无其入的病理病都炒了 我听你炒不就行了吗 去吧 那怎么行 你怎么能帮我炒呢 反正我今天职业班 闲着也是闲着 去吧 那我就去三个小时 好 很快就回来 好 行了 谢了 琪琪 我就去三个小时 马上回来 怎么快呀 说完了 来 看看 叶老师我帮家抄就可以了 她有点事 你帮她抄啊 嗯 玩姐妹秦深呢 好啊 你要是闲的话 那得跟唐宇佳一样也抄三遍 记得 抄完三遍再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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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艾ront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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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高的颜值 这么好的身材 哎 师兄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电视上 就是觉得他们 就是摆摆姿势啊 假装谈个恋爱亲子什么的 没想到演得这么好 师兄 我跟你讲 我看到第三场的时候 我那个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哎 师兄 你 你今天不是没班吗 你是特意送我回来的 对吧 我是回来有点 有点其他的事 行了 你就承认吧 你就是不放心我 盖医生 我想我们有必要 认真地谈一谈 你不觉得咱们之间的关系 有点别扭吗 是吗 我没感觉呀 咱们是同事 我希望我们能像同事一样相处 好吗 怎么 有姑娘对你好 你还不乐意啊 不是 有人对我好当然会开心 但是问题是 你为什么要对我好 我喜欢你呀 你非得要我说得这么明白吗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抱起小气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给他做手术 我就认定你 你就是我喜欢的那个人 盖医生 那我现在认真地告诉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谁规定有女朋友 就不能被别人喜欢 盖医生 你这样做不仅会伤害你自己 还会让我们之间的关系 变得非常尴尬 你知道吗 等等 师兄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了 你怕我受到伤害 你看 你就是在意了 你就承认吧 你 你现在的这种做法 就是在逃避 不是 我逃避什么呀我 盖医生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清楚了呢 哎呀感情这种事情 很难说清楚的 他 他评的就是一种感觉 盖医生 我现在郑重其事地告诉你 你想告诉他什么呀 这都能被你撞见呀 我也想说啊 这都能被我撞见 不是 唐医生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和他只是 师兄 不用跟他解释的 我问你 你大晚上不睡觉 你出来闲逛什么呀 我不闲逛 能看到这处好戏啊 我不闲逛能看到这处好戏啊 嗯 我跟师兄还真看了一处好戏 我 好看吗 好看 特别好看 是吧 师兄 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 好 你们俩聊 我去看个换玩 坚定的眼神 柔软的气息 哎呦 我的荷尔蒙啊 废了一滴 给 我警告你啊 神医生他可是有女朋友的 是啊 他告诉我了 告诉你啊 你还跟他事好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第三者插足 他结婚了 我 我哪知道 他结没结婚你都不知道 你凭什么说我是第三者呀 盖燕燕 天下男人死绝了嘛 你就非得抓紧一个有女朋友的 这跟他有没有女朋友没有关系 再说了 我撬的是深医生女朋友的墙角 你在这儿一分填膺的 我还没撬你墙角 难不成你是他女朋友 我怎么看他是俩女朋友 那你跟这儿瞎让什么呀你 如果有你这样的 这样的朋友我都 我都丢人我 闲丢人 闲丢人就别跟我做朋友啊 不做就不做 不做 大晚上你干嘛去啊 回去 跟你去到那儿说我睡不着 江江 江江 走错地方了 该走那边 江江 你听我跟你解释 不是 今天本来我也不想去的 谁知道在门口就碰见他了 他一把把我拽进去的 你们俩挺浪漫呀 一起看话剧 一起回来 他还在向你表白 你再浪漫点呢 不是 佳佳 听我跟你说 我回来不是因为我送他 我回来还不是因为想 看看你是什么情况 我哪知道他就跟我表白了呢 你是在逗我吗 他一看就是有准备的 他天天在你手下轮转 你不知道喜欢你吗 不是 江江 你不要走那么快 安严 你听我跟你说 是啊 我是有那么一点点感觉 但是 我已经告诉他我有女朋友了 而且我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把咱们俩的关系告诉他 难道这还不能证明 我是在拒绝吗 我不想听了 我太了解你了 盛贺 你就好好享受吧 别再跟着我啊 不是 佳佳 佳佳 看一下 还是这个侧面最美 佳佳 你跑哪儿去了呀 你害得我等你那么久 你害得我等你那么久 我一直在剧院门口等着你 等到八点半你也没出现啊 不可能 我也一直在剧院门口啊 你到底去了哪个剧院呢 我在第七剧院啊 第七剧院 我不是跟你说我在第一剧院吗 第一剧院 我怎么记得你说的是第七剧院呢 你听错了 好 我听错了 对不起 请吃饭 好 见我一顿饭啊 嗯 我 我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爸 华姨早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昨天回来都十一点多了 你们都睡了 佳佳 我给你拿豆浆 我自己来 谁来了 我去开门 生贺 来来来 进来进来吃早餐 你来也应该说一声嘛 那个叔叔阿姨 我今天是来接佳佳去上班的 对了 我给你们买了一些新鲜的牛奶 你们拿去喝 好好好 谢谢小山啊 不客气 吃了再走吧 不吃了 老爸 我上班了 对 佳佳她快迟到了 好好好 不要忘记周五来吃饭啊 好嘞 那咱们周五见 周五见 再见 再见 小心啊 沈赫这孩子挺乖的啊 这么早就来接佳佳上班 还带了牛奶给咱们喝 我觉得刚才佳佳的状态不对 你说小山来接她 她不但没高兴 好像还挺生气的样子 她俩是不是吵架了呀 想想还真是啊 生鹤来了 佳佳连早餐都没吃就走了 嗯 哎呀 他们两个男的这么般配 绝对不可以让他们分手啊 不行 我还是去问清楚 他们又发生了什么 哎哎哎哎 谁说要分手那么严重了 小年轻谈个恋爱 偶尔吵吵架那太正常了 说不定佳佳一会儿下班回来 他俩又和好了呢 啊 你别想那么多了 快吃 嗯 好 佳佳你走慢一点行不行 啊佳佳你不要这样嘛 佳佳 佳佳 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如果你还是因为昨天 我跟他看新的事情 生气我跟你道歉嘛 你跟我道歉有用吗 你是代答的医生 你们俩天天还是心意不理 那这样吧 我今天就告诉他 你就是我女朋友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就跟他说 咱俩已经结婚了 你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让他知道 我这心中只有你 他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看你是这么想跟我过了吧 你告诉他 他告诉老头 咱俩还要好日子过吗 对啊 我怎么没想 你等等我 要不你离开而外 要不快给医生带他 佳佳 你理智一点行不行 我怎么可能离开而外 其他医生怎么可能带他 我怎么跟别人说嘛 就是心里有他 佳佳 你不相信他可以 但是你不能不相信我呀 我都跟你说过了 除了你 我其他女人是不可能喜欢上的 我就是不放心 他长得那么有心机 毫无底线 谁 喂 什么事 好